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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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以教请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这个不疲倦功德这个地方 就所谓我们的精进 精进加那个三根 上次有提到 这个精进不同外道的无益的苦行 这个无益是指没有智慧 无会 没有智慧的这种苦行 那这无益的苦行 就是一种邪精进 我们这个烦恼是要去进化 要去从烦恼中认清事实解脱 不是去压抑它 那很多人不清楚 常常用这个 你现在所学的一个修行的概念 然后那个方法学起来 就不断去挤压它 那像烦恼它其实是 我们佛法讲 其实你知道你身心就是一个 缘起的幻化 出来的一个身心世界 是要从这边去观察 你的身心的无常变化 去观察你在这里面的一个 愚痴 认万为真 在里面 无常里面想找一个常 有常 有永恒可得 是这种愚痴 就是要去认清楚这个因缘法 所以佛法它不共外道的 一切世间的一些 不管哲学啦 知见啦 就是观察无缘起法 而缘起法里面无依法可得 因为它就是一直在变化 它是一个变化 那讲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呢 那你主观去面对 这样客观事实的时候 你怎么去运用 所以才会用这个善 用善来取代恶 第一个 知见上有染污 那所以在里面不断的执着 那要追求符合自己利益 这个整个一开始的源头就错了 那更何况源头错 你认错事实 在里面一直想 这个保有你自己希望的恒常 而且竟然还是用造恶的手段 所谓的恶的手段就是贪 跟称 愚痴里面去造贪称二支 那现在虽然也明白了 但是我们还是愚痴 因为我们还是有执着性 那佛陀一步一步的叫我们 好 那就从断恶修散里面 开始去运用 因为还是从无常法里面去观察 那既然无常容易消逝 那你应该积极的把握修散 那在修散里面 他在源头里面告诉我们 其实你在散里面 还是众因缘所成法 你的心啊 你的生命若要依靠在这种 因缘所成法里面 虽然你是在修散了 但是你心中期许有一个永久的安乐 甚至以为有功德可贪取 那又是另一种苦乐 所以当然知道造恶得恶果 造善得善果 但是到后来跟你讲 一切的善恶果报 都是会幻化 都会败坏 但是我们就在这个好坏里面 不断的愚痴 也就是说你没有去召见 整个缘起因缘的变化 那所以就集恶之后生善 集善之后又造恶 又往恶的地方走 集恶的地方在哪里 地狱啊 地狱已经苦到你没有办法造恶了 你就受报 那时候才就是有众生愚钝到 要到集恶受果报的时候才懂得反省 但是那个有多难啊 那要有很多的善知识 善的因缘帮助才爬得上来 好啦 那慢慢爬 爬到集善 修到集善在哪里 天 那天里面呢 一念愚痴无明 就那种执着性 我要保有这个 我们举个例子 像我们从凡夫到那个帝王 你看帝王最后追求的是什么 长生不老 江山永久太平 所以富贵一直往上 他最后意念的是这个事 他还是要抓 那千用种种不当的方法 你看 有没有听过 有用那个几百同男同女 要去练仙丹的 或者派遣到海外去求 求这个这个法的 那你看 有很大的福报的人 他在起一念这样的无明的时候 他造恶多大 他可以一道命令 就把这些东西都为他所做 所以一念秤兴起的时候 福报越大的 他的障碍就开了 百障万门开了 百种障碍的门就开了 我们福报小的造恶 大概就一对一吧 你能影响的可能就是一个家庭 但是福报大的不一样 他只要这样的 这个元气法 所以越上面的人就越焦慢 世界都是我的 那他就在东西里面造恶 造恶 为了一己之失就造恶 那个影响范围就很大了 天子一怒江山流血成河 就这个道理 那所以在这个造恶造善里面 佛陀从恶里面放门 就是幽默 spaceship 告诉他 让他单 可以修 为什么 因为缘其法 所以二跟善是 可以转换的 可到这个地处的时候 他告訴你 善的也是緣起 那你善的果報具足的時候 你要善用它 你要讓它善更善 就是以無所得心去運用你的善 那當然大聖經典裡面講 菩薩這樣的善 它可以自受用 自己處在安樂 那又可以廣泛利益眾生 所以菩薩是要廣行善 它未來才有能力去利益眾生 可是在這裡面 受了一切福德的善 卻有不受福德的這樣智慧的觀察 它不會染濁 不受福德不是說它沒有在受用 它不染濁這樣子的一個樂的果報 所以這個就是斷二 修繕到淨化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要不斷地去練習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精進的相貌 就是你內心 不斷要去觀察你 執著一切法有我 跟我所可得 我 我所就二曲 我們的執著就是二曲向 直曲的曲 二曲 那所以就不斷照生生死死的有 有生死的因 我們愛屈有 所以二曲就是在我所愛 我跟我的所 對 我跟我所二曲 那這兩個我跟我所 就是你的愛直曲的一個根源 那所以你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在精進斷二修繕的過程 你要不斷地去練習這個事情 那所以上次講的五庭新觀 就是說你必須先停止心 對我所一切境界的那個貪取 你要先停止下來 那不是境界好壞的問題 原來是你內心貪嗔是在運作的問題 那所以你就從內心裡面開始 不管你是散亂的貪欲的 稱慧的 愚痴的 還是我見很強的 就分別修所謂的善亂貪 就所謂的這個蜀席不盡慈悲 乃至這個 這個因緣觀跟界分別觀 那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練習叫五庭新觀 五庭 五庭 五種讓望興 歷止 再讓我走 一個喜歡 甚麼 和 erry 全 一個 臨 一個 一些 面енс 殺 了 分別 把 然後 打 剛 treasure 阿 傷 有一 正念 就叫妄念 不妄功德 所以我們正念在哪裡 正念就剛講了 我對於身心 世界的這個觀察 它的無常變化的觀察 那所以這個就是不妄念的功德 就靠五庭新觀 這樣子來練習 你去看一看 但這個就你很很誠實的觀察自己 到底現在是散亂 貪欲 晨慧 哪一種多一點 先從 你自己先觀察自己 你其實每天在記錄自己 你是偏向哪一類的煩惱 先解決粗重的 這裡面我們每個人都有 不可能你說你只是哪一個 但是你就偏重哪一個 你就是針對那個地方去練習 那我上次也有講 鼠息不是一直到晚都是用鼠的 鼠息到一個次第的時候 你慢慢心安定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一直一到十這樣反覆練習 你最後可能就是隨息 就不要忘記呼吸的出入 它不是一直鼠啦 前面一直鼠 要就是 我們不管念佛法門 還是鼠息 可能是持戒 一開始持戒 我發心持戒 一開始都很用力的 不斷的在操作 所以前面是很猛烈 就很頻繁的在操作 可是到一個次第的時候 你就不能一直綁著它 我們家有佛附喻 調情慾 它一開始要緊 是因為你太鬆了 那到後來你發現你身體已經調柔了 比較不那麼散亂的 我只要把它回到 我不要忘記呼吸 隨著出入息 你沒再數了 但是你每個呼吸都已經專注到了 那跟我們在念佛 那個念佛跟止境一樣 一開始你五點計數法 上次有講五點計數法 你數得很用力 可是你佛二 佛三 佛四 你不能七天都在數啊 你第二天 第三天就只是念佛而已啊 佛號不要丟掉啊 所以前面第一天 第二天是要壓制 因為你的身心世界 像一個野馬一樣 所以它是一個強烈的手段 它叫堆滯啦 可是後面你的身心 你不能再用樣壓 你要就是專注看著它 那個就不要忘記了 就不忘念 但你會很有趣 如果各位有參加過佛山或佛七 你會發現有死好死壞 那你就知道死好死壞的變化 這個就是生性的無常 當你本來在就是已經放鬆在念了 就發現又整個散亂的在提起來 所以不要把一個法門操作到忘記關照 所以很多人會弄得修行很磊落 就是因為他的心沒有很活弱的在觀察 所以所有的法門基本上 上次講 我們請寫白板 整個就是在正見觀察無常 你的心整個就是在觀察無常 因為這樣子你才不會有一個常見 就是說 問你生命在什麼時候 我問 像我們念佛人問你 我們靈命中之前 一定要把功夫練到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請問各位 什麼是靈命中前 大限來之前是什麼時候 對啊 那所以佛陀在問生命在幾間 你的大限就在你每個呼吸之間 所以無常觀在佛法的基本的正見裡面 就是要保持這樣的無常觀耶 可是佛陀講無常 他說 他不是讓你來害怕的 他在講出一個事實 生命呢 你現在一直覺得你維持著 是因為我們心太粗糙了 因為你現在很安心 現在真做著 可是你卻知道有無常這個事 所以你的愚痴心裡面 其實很害怕這件事情 其實所以眾生如果 他真的不知道無常的話 他不會害怕 他照理講是不應該害怕的 可是他為什麼害怕要談死亡 因為他知道無常在 所以你看這愚不愚痴 這是一個顛倒的一個矛盾 所以眾生害怕是因為知道無常 可是不願意面對 那佛教反而積極 他知道無常 可是他要你就在觀無常裡面不要放逸 因為他講出佛陀跟我們講 替我們觀察 累劫的生命狀況 人生難得 那人的狀態是容易有智慧跟修誡修定的 那所以以人就能行修道 讓生命淬煉的一個生命狀態 所以人生不要失去 人生不要失去 就從 開始斷惡修善開始 那就是慈戒開始了 那這些慈戒 他就在後面更加法藥 讓你開智慧的藥 叫做正見 就叫無常觀 正見無常 那最無常的不是外在世界 是身心的變化 所以他跟你講 五韻赤身 你的生命 你們要去查一下基本名相 所以佛陀講生命究竟是苦 因為究竟是苦 你要去查 除了生老病死 還有其他整個 那個八個 四個現象 總共有八苦 除了生老病死苦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 求不得 求不得是對你喜歡的求不得 那你討厭的在你身邊叫 願真會 那好 那現在滿你所願的之後又怎麼樣 愛別離 反正就是這一現象 那七種了 生老病死 還有再加上三個你內心的需求 可是整個就是你的第五個 五韻赤身 那個赤就在燃燒 你的五韻身心是一直在燒的 你坐在這邊就像那個啦 這邊是一個大野熔爐啦 那大家擦香擦在這裡 其實每天都在燒 可是你燒出什麼 你要燒出讓整個世界污秽的香 還是你要燒出利益眾生的戒香 那所以正見 你就看無常 正見無常 你這樣的觀察 叫無常觀 正見什麼 你最無常的五韻赤身 你要觀察思念處 就這兩個 就夠你對生命保持一個高度警覺的 一個智慧 這一起令 不要說要什麼三章十二部 不用 你這兩個基本 接受佛陀跟我們的教誡 你信了 保你後面不會在隨境界 人云亦云這樣子在賺 因為你的人生基本價值 已經比別 你的開眼了 你的智慧眼開了 這很重要 因為這個不用我加給你 它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你只要願意很冷靜理性的去觀察 所以正見就是所有佛陀在跟我們講很多細節 五庭心觀 數量心 慈戒 六度等等 種種 前面的正見一定都在這上面 一定要先在這上面 那所以正見之後才有慈戒 所以正見慈戒 正見念佛 正見就是在前面 所以所有的正見就打開我們的智慧 那如果以大聖經典 以這樣的正見 就告訴你那個波瑞智慧 那波瑞智慧講的正見更深細了 那是我們後面第三年 第四年要講的 慈戒就能最後把正見這個建立好之後 就以波瑞的智慧不斷的觀察一切的善法 那所以正見的無常觀思念處 就是我們在儀教經裡面 不斷要跟各位建立的 這個你的身一直在變化 你給他美好的東西 但透過你身體的運作 沒有一個乾淨的 你今天穿乾淨的衣服回去要不要洗 要 你今天吃五星級的這個頂颱風 回去要不要拉 那頂颱風你拉出來的東西 就比較五星級嗎 沒有 跟我吃一碗五十塊的東西一樣 那所以身就近 你去觀察怎麼樣的運作就是不近 沒有可愛之處 因為他每天你供養他好的東西 可是他回饋你給你的是髒的東西 觀身不近 那瘦呢 是苦 因為不管你情緒在怎麼變化 你會發現每次夜來人靜的時候那種空虛 你今天在怎麼嗨 你一個人的時候回到一個人 你還是一個人 你結婚的時候 你最愛的人 躺在你旁邊 你還是一個人入夢 觀授 你的授沒有 沒有 你幻想中那個永恆的快樂 沒有那個東西 即便你現在不苦不樂 你也處在那種 心不安的絕獸裡面 所以 當然很多人說不會啊 是我很快樂 那我只能說 你要不然是再來人 要不然就是你的 你太粗糙了 那所以 瘦 所以 要有這樣的體驗的人 其實他的心思是夠敏銳的 那佛陀講這些東西就是說 你願意觀察的話 你會發現究竟是苦 但他講來的不是讓你害怕的 他那裡認清事實之後呢 他會讓你回歸到事實上 現實上 去建立一個正向的人生 的一個態度 跟作為 就是我們講的 利益自己又能利益別人的善法 但是你能利益自己跟利益別人 是你看清這個事的 沒有看清這種事情 你在你小我小愛小自私的情況 你做不來 因為你唯有這樣的智慧 你才發現 原來我東西是留不住 直走不了 但既然直走不了 但是我也看到無常他的可以創造 因為他是因緣嘛 他跟創造 那創造裡面如果以一種 善用的心形 然後加上很多善根 我們要去創造 若是很多的善根 你有很多積極性 你很多的善巧方便 你很多饒益有情心 那個就會形成一個 我們世間人講的 你好的人際關係 你好的工作夥伴 你好的事業 種種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但是 一個越無求越無私的人 他的因緣會越擴大 他的因緣會越擴大 他要你去體驗這個 但是這個之前 你要先認清楚事實 無常 無常法 他一直在 就一直存在你整個生命裡面 所以身受 那心呢 觀心無常 觀心無常 所以你就不太會被你內心的種種 碰到境界 碰到一些人事的時候 你被那個心現在的所有的感受 想法給戲服住 你會很冷靜的看待你現在心的想法 前念 現在 後念 這種變化 你會變得一個非常有彈性 智慧觀察的人 不會自以為是 但是相對理性 你會看這個變化 該怎麼處理 你現在心念的一些絕受 想法 即將做出的行為 所以你就一直在觀察你的受想型 受想型 前念 中念 後念 這個念頭很清楚 這個念頭很清楚 那當然這個觀心無常 為什麼要透過剛五庭心觀 因為如果沒有透過剛講 你對峙你的散亂貪欲稱慧 你光是被散亂貪欲稱慧 你光是被散亂貪欲稱慧干擾 你就不容易看到你的念頭 所以它的原理在這個地方 所以觀心無常 你的心 雖然你覺得心好亂 但你看問怎麼亂 一般人講不出來 所以觀心無常 你必須要透過一個方法 你才去慢慢 因為自己會看到你身性裡面 你恐怖掛礙 那個煩惱是什麼 所以觀身受心 法 觀法無我 從你自己的身受心 這樣子一個觀察裡面 最後你會發現一切 那個觀法無我 那個法就存在了 一切的存在 我們講一切法 那個法 就是一切的存在的現象 無我 它沒有一個主體 假設我們講 這個就叫做佛像 那你認為這個佛像 一般人認為這個佛像 就永遠存在 它會這樣的佛像 事實上它可以變化 當它損壞的時候 它高溫的時候 或者你在重新雕刻的時候 它這個存在就改變了 乃至這種存在 像我們人就是百年 那它可以放兩三百年 乃至一千年 它就慢慢的 你看它的整個雕刻 文路各方面 風化日曬之後 會不會消失 會 它只是變化的比較慢而已 所以一切的存在 沒有一個主體性 它永遠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個無我的觀察 那有的是現觀的 表示你自己存在的現觀 那有的是比量 是你用推求的 推求的 那 這些都是你智慧的一個 一個行程 一個行程 所以正見這些無常事念處 最後以持戒 開始來對字放逸 所以這一條 就是你精進的地方 要從這兩方面 你不斷在知見上去轉變 你若少了正見去精進 就要寫知見 因為我剛講要有智慧的 這個部分才是 那你現在持戒 就有點像苦行的樣子 苦行不是用很多方法來折磨自己 是你內心一直回到過去的 慣性的思維 你自以為是的那個認知 或長久熏的那個認為 那現在開始用這樣智慧在觀察時候 那對應境界的時候 你開始不輕易的去反應 那就內心多糾結 因為你在對抗無始節的那個 我的形成的慣性 那所以這個慈戒 你不隨順它 你不隨順它 就是我們講的不放逸 也就是不放逸就是慈戒的相貌 那所以有 因為你有這樣正見 所以透過慈戒在防止你的這個 一個放逸的現象 那所以這個精進的地方 我們上次講的大概就是這個內容 所以有講到 你要求善知識 你每次到一個試院到場 乃至上課的時候 都是求善知識的相貌 都很好 因為一開始到一一柱 同行善知識 教授善知識 幫助我們一陣子 可是上次有講到 求善知識 最後不如怎麼樣 很好 不忘念 就是說你不要失去正念 那你就要常常在五庭新觀 在政見上去思維 因為你不忘正念 這個煩惱賊才不能入 否則煩惱賊就是你過 否則煩惱也不是人家給你的 就你過去累積出來的這些慣性 煩惱習性 你只要失去這樣正面的觀察 持戒的一個精進 你只要一放鬆 其實它就顯現 不是外加的 是你內心就自動會跑出來的 所以我們事故如等 常當色念在心 那知道這個道理之後 五庭新觀在操作 那最後操作所的時候 我們有部分的人的根基 就耗耀念佛 所以最後把這樣的 整個這樣的觀察跟智慧 收射成一句佛號 所以你一句佛號 必須有剛剛這一些的內涵 那懂了之後 那種了然於心 最後就那句佛號 有不對應世間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厭禮 它不是討厭 它是一種厭禮 不相應 不相應 所以這句佛號裡面 不相應世間 就用這樣的常色念在心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講散亂 五庭新觀的這個 蜀席不敬慈悲 觀因緣觀 還有這個界分別觀 那如果這整個內容 我的所緣變成是念佛的功德 那就念佛觀 那功德很大 我上次講過 你這個不敬觀 觀白骨 觀不敬最後可以成就 你觀佛的功德不能成就 這是什麼道理 只是我們不用心而已 所以這個 若你有念力 你的念力在慢慢的增長 你在正念力慢慢增長 那佛陀講 你不用擔心 尤其居士 乃至這個居士菩薩 雖入五欲賊中 不為所害 所以為什麼菩薩法之前 我們前面的這個 身文律儀 乃至我們的這個在家律儀 要很清楚這件事情 現在就講的這個根本要很清楚 那當像昨天我們在講菩薩界的時候 你才聽懂 怎麼可能這個奇語 方便奇語會是一個度眾 而且最後還會不失功德 重點在此 所以這邊講 若念力堅強 就是你的正念力 透過正見慈界這樣的練習 已經不移 乃至有信心了 那你的這個念力堅強 雖入五欲賊中 不為所害 所以菩薩界從來不侵脈 這個基本的身文界法 那這樣的譬喻 就像大神經典講的 菩薩就著莊 著那個戰鬥莊 著凱入陣 那個凱就是 就是馬甲 這個盾 這個還有這個 毛 這個毛刺向煩惱 盾 就是持戒 擋住煩惱的情形 那佐凱 就是你的一個戒力 入了這個煩惱軍政當中 無所部位 那這個是不疲倦 我們講的精進功德 最後帶出來的一個 一個功德相貌 好 那 就要進到禪定功德 我們講 我們現在信佛 我們現在強調 我們現在建立正 我們建立正見 就是我們過去很多的相信 都是在感性上去強壓 去付諸 在感性上 你覺得你相信 那現在不是啊 你其實是很多的問題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透過佛的知見 佛他的出世在世間 他成佛在樹下 為我們講 在世聖地在樹下 一開始講 苦極滅道 對不對 轉世聖地 結束的時候 也在樹下 雙樹林之間 講佛一教經 就是讓我們眾生入佛之見 那就是讓你的性呢 起正性 你現在不是在邪性 也不是在迷性 你也是要起一個正性 所以透過佛的教導 你開始要起性了 沒有起性 你沒有學習動機 你甚至不知道為什麼來這裡 所以 這樣的一個性 我信佛 那我上次有問啊 各位信佛什麼 那個性 你當你講說我信什麼什麼時候 你內心有一個禁止在問 真的嗎 那真的的時候 你就是立元對勁的時候 你很多抉擇就會告訴你真跟假 所以你不管你信什麼佛 我們現在有很多佛 已經教導我們很多了嘛 你再問一次 你相信佛告訴我們生命在呼吸間嗎 第一個無常 你已經有在體驗了嗎 那第二個你相信佛想 你在這樣的 在這樣講生命無常裡面的變化 那你最大的這個變化 你已經 歷經了 好幾節了 對不對 所以他告訴你講 那你現在存在 已經 儲存過去的種種現象 你現在存在就是過去的種種現在展現 那你現在又即將 因為你現在對這樣 你現在還沒有起一個見證訣嘛 還沒有完成 這個脫離生死苦海的能力嘛 那你現在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要衍生到未來 所以三四二重這個 無常你相信了 那無常的變化 衍生出你生命的前 中 後 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那整個關鍵就在現在的存在嘛 可是現在存在有沒有真正的現在 就沒有 因為剛剛講無常它一直在變化 所以你就在無常變化 你要把握一個契機 我讓這個無常的導向我怎麼變化 過去我改變不了了 那你現在 你現在就是你過去種種的作為 所以你現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你相不相信佛這樣聖者的眼睛 告訴我生命的變化 一切的關鍵掌握在你身上 你現在所受 你現在不管你現在滿意不滿意 你現在所受的一切苦樂一切 是過去 所造 所做所造 現在所受是過去所造 那現在所受 比如說你過去 你現在一切的福德 有一點福德支撐 你還可以坐在這邊 感謝過去那個修善的人 那你現在也不是窮然的善 你很多的惡也都在現前 所以你也不滿意 你現在也覺得很苦 那這每個人不一樣 每個苦處不一樣 那也不要抱怨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所受的惡 是過去所造 好啦 過去不能改 可是現在每個發生 確確會觸動到未來 那你現在所受的善 樂報 你怎麼讓它延續 佛羅跟你講 因為你這個叫如是因如是果 你知道 既然今天的樂報從修善來 那現在的這個樂報 要讓延續就要怎樣 再次的修善 藉著善再增廣善 它跟種稻米一樣 一顆種子你修善 它結碎一整串 那惡是不是這個道理 惡也是這個道理 那所以現在所受的惡 你不要再讓它結串 你要讓它終止 這個就是三世二重 你信不信 光是來到第二點 你信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一個正性的佛教徒 因為你就不會再回到前面的邪命 你每次碰到善 善的趕快 我要抓得緊緊的 你告訴我方法 有沒有無鬼搬運財 我要修這個 遇到不好的 你趕快跟我擋煞 那這個都推給別人去受 菩薩受就好了 那個邪知邪信 這種譬如就是你都是 你的每次生命現象 都找黑道大哥來處理 就找鬼神界的 會 它會幫你處理 可是它以後討得更多 那所以現在如實的正見這件事情 正信佛陀所說的三世二重 你就會對他所開展出的法門的次第 你就會願意觀修四正情 因為一切的關鍵在你身上 那我既然信受三世二重 二重 你現在所受是過去所做 那麼我現在所做 就是未來所受 所以關鍵在這邊 就現在我現在怎麼做 我如實 所以對於過去我如實了之反省 也更有感恩 但未來我的積極性 我怎麼去順著這個佛講的方法 就四正情了 以身惡 零斷 那斷怎麼斷 不要讓你造惡的習性再有相緒 所以這 你造惡 你現在很多惡 例如什麼 我這樣講的大家是 你不一定跟我講 你會殺人放火啦 你最大的惡就是你的執著貪感 就像你現在很多人 像很多人反應在睡眠嘛 因為反應在吃東西嘛 所以前面為什麼要講 飲食跟睡眠的放育 這個是以身惡啊 因為我怎麼修了一個暴體 那麼愛吃那麼愛睡 這個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但我現在就慢慢依教奉行對不對 有慢慢去對峙嘛 因為上次大隨煩惱 這個放育睡眠 這是一個大問題啊 因為它會蓋住你所有的靈性覺知啊 所以這是以身惡啊 你改不了啊 你不能說這個最大問題 那我乾脆就結束 我們講 很多人最近這種自殺的好多 我在這個結下安居期間 我一個學員的同事 他曾經來找過師傅開導兩次 那時候就覺得很感動 但是你看他那個念頭起來 後面還是給我自殺了 那個不會解脫的啦 已斷啦 你要斷那個你的苦 不是用這種方式 你要斷你這樣的念 不好的念頭 你要讓他不要再起來 你這個解脫了嗎 你這樣的念頭就帶到下一次去 所以那個電影的表達說 你看看到一個人死人 他不斷的看到鬼啊 一直跳樓 他是在反應這個事 你這個念頭一旦出來 夜未消 然後你的中陰生 或者你的鬼魂狀態 你就一直在跳樓 因為他讓你從這個苦裡面去反省 自殺的可怕嘛 其實那個是一個表法 就是說你當這個念頭 在你作為人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對峙 你只是帶到下一個生命 不斷的在執行這件事情 所以真正解脫是解脫 解除你內心的煩惱 所以以生惡令斷 就是斷相許 不要再滋長他了 那未生惡的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慈戒 事先防飛子惡 你很多 像外面在造的一些人跟你不相應 像外面造惡很多啊 不相應的 那個代表你的三根還很好 你那個惡不相應 但是你不要輕忽 當你有因緣碰到這樣朋友環境的時候 不要輕易的去接觸 因為他會贏 他會把你種種之下去 會讓你引發出來 所以未生惡令不生 這個就在慈戒 慈戒的意義 那已經出現了一些基本 你身為人 你的執著心帶出來惡 已經是一個事實了 那個部分你就處處去看 現在存在這裡面 他準備你很多的習氣現前的時候 習氣現前也不要太太 太焦慮 不要焦慮 就是你這個現象 是不知道蕾傑這樣帶過來的 我現在就是如實的 不要讓他熏悉 不要讓他一直竄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在講的 在對峙嘛 那未生的部分好好的互念慈戒 那光是斷惡 其實你發現 剛講無常因緣法就是這樣子 此消之後 善就會長 那惡長的時候善就會遮蓋 所以你惡開始磊落的時候 你的善的心所是慢慢會 光明會出現 所以你的以身善在哪裡 你現在就是以身善啦 人坐在這邊就不是過去的善根嘛 所以你的身心 即一身善惡於一身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施政情 他裡面透露一個消息 你的生命存在就是善惡的 那個集合體 因緣所生法 但是善多還是惡多 他要你如此的觀察 以身 所以人生難得經以得 佛法難聞經以聞 這個就是以身善啦 這是你過去修的耶 不是你今天忽然像孫悟空裡面 五百世裡面 從那個石頭蹦出來的 佛陀講的法就是有因有緣啦 坐在這邊的都是 村各位一身 諸善男子善女人的道理在此 所以以身善 既然以身 人生 而且你這個人生裡面 我們在講 補充講義裡面有講啊 六種難嘛 人生難得已經很難了 而且你還沒有什麼障礙 你耳抽木鳴 四肢健全 對不對 這更難 然後你這樣的這個 外在的人生 而且得到資助 你的家庭另外一半 或是你自己的堅持 你的各方面 容許你在這邊聽 人生難得 那第三個佛法難聞 我們開課開的時鐘 讓你去選 那法師 乃至善之士 都現前了 就以身善 不要欽呼這個因緣 學全世界 不要講全世界 全華人裡面學佛的人 我們是少數中的少數 那少數學佛裡面又可以碰到 不是只是參加這個燒香 拜佛燒子前 乃至種種這個外在的那些 非常表層的佛教 你又是少數中少數的少數 那碰到這樣 你願意又發恆常心 那更是極貧 各位是極貧 所以以身善 你要看到這個珍貴的以身善 要令 你不要認為這是你這輩子修的喔 你現在正在吃慶本 你在消費過去的福報 所以要增長 你們今天來就是要 就是在延續過去的善根 所以你每一次來就是增長善根 那更何況你每次聽完 與其他六天 不是把這個樹本合起來 你是不斷的思維串襲 跟在生活中觀察 你就在增上增上增上 以增長 以身善令增長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心就是很懈怠 又想放逸 因為你的善法還不足 為生善令之生 令他生 那第四個就是我們要講的精進的相貌 所以你有這樣的基本的性之後啊 你後面那種性會 才是這個的這個性啊 是慾的依靠 慾就是我們心的一種力量 學習的動機 不管你有沒有學佛 你的心裡的層次就有這個東西 世間人呢 加一個心字旁 叫慾望 現在世間很多的廣告 都是在這個地方去推的 那我們佛法他說 你從來修學不離開你的煩惱 你的心所啊 所以 我這個慾是學習的動機 如果這個性 你沒有真實的性 剛剛那一段對你來講 對一般世間人來講 剛剛在座人幾乎就全部點頭了 可是換個場景 我在世間人他們會這樣聽 他會交叉著 在懷疑在聽 因為他不見得信 釋迦牟尼佛是誰啊 那我為什麼要信啊 他不知道整個佛教這個 釋迦牟尼佛 他整個在言傳佛法 他是代代的祖師 成了法 然後從自己的驗證修行才傳下來的 他不是那種 那個口耳相傳的謠言 就像我們美食會排隊 為什麼會去排 因為我吃過真的好吃 告訴你 告訴你 才會排隊嘛 世間法如此 聖人法也是如此 祖師大德驗證過 傳承下來的 他不是靠廣告的 所以才有辦法兩千六百年 但世間人 他不知道整個 這樣子內涵的時候 他信不來啊 你說釋迦牟尼佛教主很偉大 他就只是這樣飄過去而已 所以這個信 一定是我們要先知道你的信 啟動的信 欲 這個才會剛我講的 以身善未身善的部分 你才會去加強 你才樂意做這個 市政情的工作 因為市政情就是在 執行我剛剛所相信的 三四二重 三四二重 我基本上既然相信如是因如是果 一切的關鍵在現在的存在 那我就願意去執行 所有的法門 市政情 那法門是什麼 五庭新官基本上給你們 你們在操作有醫院再來請問 那信為欲依 依靠 沒有信 隱身不了到 後面再修到義樂 義樂性不會出來 信為欲依 那你學習很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上次有講 證件建立了之後 中間那個是什麼 正 行在這邊 我中間那時候思維 你很多東西沒有透過思維 然後開始思維底下 又落於深口意的執行 去體驗去執行 這個東西不會是你的 所以信為欲依靠 這樣這個學習的動機 開始學習很多法門 很多內容的時候 你必須要透過理解思維 產生一種力量 對 聖結也不是只有佛教用 就是說講人 其實當他決定的時候 他對每件事的看法都聖結的時候 我說這個是綠色的 好那刀加在你身上 說綠色的 當然如果你怕死的話 你會講那個綠色的 那我說綠色的 如果你是一個護持真理的人 那你也不會 威脅利用什麼 你會不會講 來 你還是怕死啊 不是啊 就算你怕死 你心中會一個OS 他明明就是琥珀色的 為了 為了存下來你就點頭 對啊 但你內心不以為然 所以這個就不是聖 你對這個東西有聖結啦 你不會隨時被 被 改變嘛 那現在對佛陀透過正思維 上次講的正業正命 你生活裡面去修煉的時候 你的體驗 你生命的改變是很慢的 你不要妄想說今天來聽堂課 就所有翻盤 不是 他是要透過不斷的改變 業力的改變 當裡面有佛菩薩法界 你不能不為你所知的互念 這個不用去討論 佛的部分沒有問題 是你自己在轉動的時候 當你一點一滴在改變 生命的業力的束縛的時候 你有這樣體驗的時候 開始有點聖結了 那這個時候精進在這邊要操作了 那這個聖結其實他底下呢 在支持他的 就是定會二支 剛講的正見 這個會 就我們現在在聽堂文法的會 在 過去你有點正見 所以今天來 但是正見力很弱 所以今天又碰到人身 聽到佛學 所以現在聽堂文法 這個東西就是在 又在增長 衛生山的地方 你在增長它 那所以你現在聖結裡面 我們講的這個 你為什麼要能聖結 是因為你在學習的很多法門裡面 你已經 你過去的這個不正見 就是被外 你很多慾望 過去很多的這個慾望 是跟貪層次相應 那現在的正見裡面 叫你正見無常 正見試念處 發現你的身心是件 沒有我可得 無一無可愛的我可得 所以你這樣的這個散法慾 在觀察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跟會 跟定相應 所以現在面臨 境界起來的時候 雖然你這個煩惱 我們講四正請 就是一段 這個以生二 衛生二 都在裡面運作 衛生二就在那邊排隊 等你去啟動它 你的愚刺心去啟動它 那麼現在呢 現在 這個煩惱都在 但是我現在有這個 這個成分在裡面 就是我的智慧啟動 政見開始建立了 那這個東西在運轉 這個東西在運轉的時候呢 那所以當 境界一來的時候 你中間有一個 持界 因為你的這個 我們現在聽經文法 就有這個層次在 東西在裡面 不要馬上跟它相應 不要我我我 對這個東西 你其實已經 已經有一點力量 持界 所以性 為欲 欲才能不斷的 學習動力之後 產生 我們的精進 就是你不斷的運作 所以它是一個金字塔的相貌 好 這樣的 精進你是所謂的 看不到就是在這裡面 不斷的在思維這件事情 所以精進不是外在的表現 是內在 你在 你正見 你正見這個法 你在這方面不斷的去觀察 不斷的持界來制約你的身口 不斷的 你的精進 在這個地方 來進化你的異業 你的異業 不跟於是相應 你的身口 不跟坦承相應 因為你有試念處 所以你的身口 常看到無常 好 那麼 這樣子 的操作 其實我們講的 最後 這裡面 就是有一個 這裡面這樣的操作 最後你的每一個起心動念 你每一個念頭出來說 它底下是這個成分 藍色的 性欲聖節會定 所以欲聖節會定 這個地方就有一個 我們講的念 所以我們的五別境 就是這個念欲聖節會定 那這一切呢 就是從這個性裡面開始的 所以這個念 就保持正念 那這個念呢 原來都是從這個底下 慢慢建立起來的 但如果沒有學佛的話 你的浴室跟坦坦吃吃相念 你這個念 就是一般外面人講的 你的妄念紛飛 你這個我呢 這個念頭就在這邊轉 那現在這個念一樣啊 還是 學佛之後 到底還是一樣 你的念頭還是在轉 但是 轉的時候 這個點 我們把這個當作一個進化機好了 你的念 你不失去正念 是因為 你這個地方 都在精進用功 這個是一般外面看不出來的 那所以各位啊 精進呢 它 整個內涵 一定要知道 所以你現在嘴巴講的精進 跟外面人講的精進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那也不一樣 所以整個精進 你要知道這個道理再一次 精進一產生的時候 整個 為什麼用金字塔來表現 禪定的功夫就會下來 而且禪定它不是只有坐落在一邊 它那個禪定是有會的觀察 定會等詞的 整個禪定 就像一個坐落在這邊底盤一樣 它的一個現象會出來 那下一堂課我們來念這個原文 如果現在我訓練大家的思維力了 剛講四正琴 那如果四正琴那種狀況 我用願消三藏的三藏 各位應該也可以想得出來吧 三藏是哪三藏 願消三藏 對 那以生惡的部分呢 就是你的暴障 因為你這一期修德的人生 跟小貓修德的暴障不一樣 他們的煩惱跟我們人的煩惱不一樣 人界的煩惱暴障就是這個樣子的 就剛剛講那個八苦 那出生到你說有沒有八苦 他也有 但是他對那個愛別禮求不得那個 有啊他求不得他就是 就八八的望著你啊 但是他很快就忘記了 但人不一樣啊 人的這個八苦就很強烈 很容易觀察得到 所以暴障裡面的以生惡 你可以觀察得出來啊 所以暴障它本身就是一個存在的現實 但這個暴裡面雖然我們剛講的以生善的暴也在裡面 但這個善呢 卻也會障礙你 它不是真正的存善 因為還有無名我職在裡面抓 所以不管善惡這一暴就是暴障 那暴障裡面呢 其實就是過去諸多善善惡惡的念頭形成了 那個就是煩惱障也在裡面 是煩惱障在推動我們形成今天的暴障 而你未來的這個果報體是什麼 就跟煩惱障有關係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遮止這個地方 因為煩惱障是下手處 那這裡面你修行跑到人生最終點 回頭猛狼一看都在 你功德也在 但是煩惱無名都在 所以那個就是業障 那個東西業障就是我們覺得最可怕的地方 佛陀講你要操煩入聖 這個業障就是無名 所以這業障就是我們的起貨的部分 你的貨業未處 煩惱障暴障就像一個輪迴這樣 所以現在我們業障要讓它開始中斷業障 就是從智慧裡面開始下手 那就是你的那個 我們現在在聽清文法就是為了要跟業障 開始要翻轉業障、業海 你要從業海裡面去掙脫 那所以這個業障它一直在 但是我們不要一直講業障、業障 因為整個業障的處理 就在你整個這個煩惱陷起的時候 你要不要隨它走 所以那個為什麼前面講不共事間 就是那個多慾 你的慾 那個慾求不滿 跟貪稱是相應的多慾 是煩惱障 那現在煩惱障這個慾 我們要轉成什麼 佛法善法 對善法慾 所以雖然有煩惱 但是菩提就在煩惱裡面去支障 因為你要現在做的是反轉 你現在不是不看見它 你是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要是反轉 佛法的到底在反轉 不是要你逃避 所以多慾是一種煩惱障 所以一開始我們為什麼要有無慾 開始慢慢訓練 你要慾求那麼多做什麼 我剛剛講的那五星級的受用 你穿的這個名牌 我意思是說那個東西 在你這個不盡身心世界裡面 你追求的是一種尊榮內心的一個虛榮感 不是不能追求 像你說叫一些富貴人家不追求 他學佛學不來 只是說你受用 但是你內心的覺知這件事情 這個才厲害 依然受用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他一直在迷惑你 所以你看莫利夫人持八關災界 他知道世間的富貴是他過去修繕來了 但是他不執著這個 當他八關災界的時候他連國王都不甩 國王氣沖沖的跑去要砍他的頭 就看到那整個八關災界整個容光煥發 那種清淨無為的那種莊嚴像 就被感動了 這個故事 就他受用 但是他內心卻了知這些東西 究竟是苦 究竟不清淨 就是無為に 就是無為的那種莫利夫人 就這麼多慾 那根基的人 形象菩薩道的 像有莫利夫人 他是在 這樣子的世間 所以他知道多欲就是一個煩惱障 可是這個欲我現在把這個善法 對這樣的智慧的一個善法 聽聞思維內政來轉煩惱 所以多欲雖然是煩惱障 他就藉著這個煩惱裡面去展現菩提出來 那多求 如果你現在還不能從多欲裡面去看到這個苦 那你就容易多求 那所以多求就是一個業障 因為你還是沒有跳脫 你還是在求 一直在求 一直在求 所以多求這是一個業障 你求就有苦 只要有求就有苦 那你未來結很多的苦惱 那個就是又形成一種暴障 所以你現在的暴障會展現 你現在的業暴體展現出來 就是五欲根 你的眼耳鼻舌這個根 生根眼根耳根這種暴障 他就是不斷的 會把過去的這種慣性會跑出來 所以你要持戒就是不畏諸根所牽 所以我們下手處還是你的眼根耳根鼻根 一切的受用 現在在運作的時候你是了之 那你現在學佛之後 你會像放牛這樣 或者說在帶小孩子這樣 他會躁動 他會現行 但是你會滋養他 但是現在做主的是你 不是五根五欲被帶著跑 這就不一樣了 這不一樣了 因為佛法它不強調苦行 你用你很多苦修去壓制五根 壓制你的慾望 它不是 它是在提升 是在昇華 是在進化 那所以你這個五根在躁動的時候 其實你現在 一開始持戒就是一種比較強烈的方法 你不為諸根所牽 因為你的暴障很多的慣性 就是展現在你眼耳鼻舌身 對應舌身相會處 所以你不要被這個根所帶出去了 現在是帶回來 就帶回來就往內心裡面去觀察 我們講回家回家把心帶回家 它的根本就從慈戒開始 把心帶回家不要變成一個概念 就是你從慈戒裡面 開始觀照回來了 開始觀照回來 所以我想學佛的人乃是說 比較重視精神糧食層次的人 就是常常把心安住在內在的世界 他內在有所依 那更何況我們現在依教 依指的是佛教 世間人如果比較喜歡依靠內心的安穩的人 你看這些人他比較 你看很多的世間人也有這樣的善根 他像師傅認識的很多 他是種茶的 他是茶道老師 他平常過了清貧的生活 他就是有一塊地 想回歸大地 所以他的追求不是外間事件的那種名利 他是想處處的想 怎麼讓那土地更乾淨 那種出來的東西是利益人的 你看這樣的發心 就屬於內求的部分 那生活簡約 那推出來的東西是利益大眾的 那這個人這樣的層次就是說 他不是去追求外在感官刺激的人 很多 其實很多 在這個社會角落很多 在偏遠相去也有 那像這樣的人我也有看 有大什麼隱餘室 大隱餘室 對 這樣的人 你看這不起眼 走進去破落的房子裡面 裡面裝潢好雅 裡面都古的東西 就是那個心很乾淨很清淨 所以他東西怎麼擺 不會複雜 就是一個非常清淨的一個觸手 那我們會相信這個就是因為 剛好我們的身心也是這樣 所以相應出來的這個世界的人 這些人都會出現 那你如果相應的 所謂你為諸根所謙 你相應的是星光三院 然後什麼還有什麼更厲害的 我講不出來 法師也沒去過 那些人就會帶著你出去 因為你的世界 所以你的起心動念是什麼 你的習性是什麼 相應的就是那個世界 所以當你相信 我都要用黑道的方式來解決我的生命問題 你燒紙錢 那很抱歉 你到死你就跟那堆人在一起 你屬於燒紙錢世界的人 那個在華人的集體意識裡面有這個 所以那個世界有存在 那西方人都很窮 因為他們死後都不燒錢了 他們燒 credit card也沒有 因為他們是相信的是一世 但是我們有很多生命現象 東方的哲學宗教很精彩 所以各種知見很多 那有相應這個燒紙錢 人死後必定就要怎麼樣怎麼樣的那個 那一群人在 但是你相應 那就立刻就是跟他們相應 但我們不相應 那些人即便在我們身邊晃 我們也跟他不相應 他看不到我們 我們看不到他們 他看不到他們 因為我相應的是佛聖人 乃至天善的世界 那所以各位呢 你只要在持戒 在知見上正確的話 其實你不用太害怕這些事情了 因為那些知見 你不相應的話 就不容易跟他們有交會 不是跟他們感應道教 因為你感應道教對象是佛的教導 佛的世界 好 那所以這個底下 我們今天開始講到新的進度 六禪定功德 好 我們先念一段 短短的 那這裡面有多數要解釋 然後 如等比丘 若設新者 新則在定 新在定故 能知世間生滅法相 事故如等 常當精進修習諸定 若得定者 新則不善 譬如洗水之家 善至提堂 行者亦耳 畏智慧水故 善修禅定 令不漏失 世民為定 後半段是辟喻 那前半段是一個法 是一個道理 修道它會產生此生彼生的問題 從戒 其實佛頭講的前面 第三 八種功德 前面三個都叫你慈戒 法則底下 前面一二三的部分都是 講一個基本的原則 那這裡面 要你有正確的信授 信授佛語 那在裡面產生意樂心 就開始精進了 就在裡面精進 那才會產 所以從慈戒 那最後才會產生到定 所以定的產生 就在前面整個 你願意設你的心 設持你這個心 不對外 在起貨 在造業 在形成未來的苦 所以你在終止未來生命的苦 那雖然在做這個事 煩惱一陷苦的時候 還會干擾你 那你的信 就看這時候看你信的夠深不深切 就這跟我們求學過程一樣 有人就中途拜證下來 就從此就不去做了 我們求學 求職 在做事都是一樣 你這個人的 對你的信念強不強的人 那就是看你對 你所做的這件事 你的信仰程度到哪裡 那所以 當我這個色心 雖然不斷的干擾 但是我內心不斷的在練習 那心則在定 心則在定 就是你心就處在一個 比較相對安定 所以我們為什麼講 九心柱 九柱心 就是那個九心柱啊 從開始內柱了 可是來來去去 我也知道 但不要輕易的跑出去 因為續柱的話 就代表還是會出去 進來 出去進來 迷惑 然後這個覺悟 迷惑 嘴悟 那慈戒 遲到了 然後慈戒 失敗了 就會這樣來來去去 但不要失去信心 因為續柱一段時間 是你不是 不是你在跟外界對抗 是你在跟過去累劫的那個你 累劫成今天這個樣子 在對抗 在制衡 但那種制衡 不要把它當真 因為那個東西就會幻化 你只要堅持一下子 它就消失了 你要堅持 它就消失了 你要隨順 它就增長了 你要隨順它 它就增長了 所以你看到這種心念的這種變化 那你如果用堅持散法 堅持 它那個東西就會減弱 所以從續柱裡面 就慢慢的會進入到安柱了 所以九星柱就告訴你慈戒的過程 你聽聞佛法的過程 在對應煩惱的時候 會有這幾個階段 那所以心慢慢的你在色心 你把心出去了拉回來 出去了 你在色受你自己的心 那心在定的狀態 你就比較更能觀察 這個知就是一種觀察 觀察到後來能不能了知 了然於心 所以這種知不是知識的知 不只是知道的知 那種了然於心 這種觀察 你會看到的 你就看到的事件生命 確實如佛陀所說的一樣 所以那個法相就是存在 生命的現象 這個法相就是法 我剛才講 一切的存在的相貌 就是生命的相貌 沒有一個例外的 那當然有的是限量的觀察 天啊 這個人昨天好好在這邊 今天發現他已經走了 天啊 這明明這個東西明明 昨天在這裡 我那麼真愛的東西 就是一個不小心被破壞了 所以這種限量的觀察 跟比量的觀察 比量就是我們講的 上次講的八大人絕經 世間國土會不會變化 會 那個就用比量 因為從歷史上的整個看來 我們就知道變化 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我們講這個變化很好笑啊 就是說很多人也有這種智慧 但是不願意接受啊 就到房屋中介 你跟我講我不要鬼屋 我不要死過人的房子 有嗎 其實我們住的都 基本上都有 就是發生戰亂啊 這個哪裡沒有死過人的 那只是說他比較近 他比較關心的是 不要最近我這一輩子 我的這個五六十年 這個房子不要發生事故了 因為他會害怕 但是如果推來講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 不要去相應那個 其他世界的 就是說鬼片不要看太多啦 鬼片看太多 他就告訴你這個空間裡面 有百年千年的鬼魂 但我意思說哪裡沒有 因為這世界已經發生過 這個改朝換代 那種工程掠地啊 每片土地裡面 其實都空間裡面都有啊 但是當我心與無常的觀察 與正法心念 然後我念的是佛功德 不是念的是寡愛煩惱 那就跟這些是不相應啊 你沒有離開過這些世界的重重相疊啦 但是你心因為不相應故 所以你根本不用寡愛 所以吉祥什麼最吉祥 無常經最吉祥 因為你正見無常 正見無常 那是一個吉祥處 那你心就無所寡愛 因為你能了之世間的生命法相 那在這生命法裡面 你又懂得益佛功德 你就在轉啦 你就在轉 所以你就不用去擔心 始法界其他界的眾生啊 你就...因為那個法界的眾生 法界空間的形成 就是這一念心的創造啊 所以你的心要跟哪一個法界相應 那就從無常裡面去正觀無常 心無所著 但是我就從裡面去建立 也因為無常法嘛 因緣法 所以能建立法界啊 那所以 事故如等啊 常當精勤修習諸定 那這個諸定啊 剛剛如果那個圖 你就知道它就從修會裡面 裡面去觀察 那同時修定喔 那這個定 給各位的這個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五庭新觀 這個種種方法 就是五庭新觀 三庭新觀 是五庭新觀 如果這次發生的 就是五庭新觀 就是因為我們的心在智慧會完全展開之前 我們智慧不能展開之前 常常受到你的煩惱障 還有外在的環境的一個互相牽引 引動你的煩惱障 所以你的煩惱現場 那個智慧就像風中之火一樣 所以這邊有兩個譬喻 今天在講 你死後的智慧 指令你的心跟外界攀遠 你這個心就像風中蠟燭一樣 它的火光是飄逸不定的 那時候被吹息 那這邊是用水來譬喻 所以我們禪定 為什麼要講禪定之水 就是當外面你水夠深 那你當你煩惱的石頭丟進去的時候 稍微見起水花一種煩惱的像 可是它很快就平息了 它整個就沉到水裡去了 所以禪定之水就是代表 你不要變成一個淺淺淺堂之水 那老是被擾動 所以 定看起來 就像用禪定之水來形容 可是這個越來越深厚 這樣的禪定之水 它後來越深 它能顯現 它能反映 照應外在的浮光掠影 它就會照冊得很清楚 所以 我們修行人 行者就包括在家中 除家中 對我們比丘講 那這邊行者 那也我們居士也是一個行者 修行者 你為了讓這個智慧深厚 你要修禪定 所以禪定智慧它綁在一塊 所以禪定之水 所以禪定之水產生的時候 就是一個智慧深厚的現象 令不漏施 世明為定 那禪定跟這個智慧要產生 前半段那個智慧是個相貌 你雖然知道 但卻不在這心地上下功夫 智慧的相貌出不來 禪定跟智慧就出不來 禪定你開始不去 你智慧需要個方法 智慧不是我剛講在忙瞎忙 你智慧就要下手出要對 你是散亂心 你是貪然的 你還是稱慧的 你要修禪定的五庭心觀 就是一個修禪定的方法 你要用對 所以五庭心觀 已經進入到禪定的法門 那你就要知道 你自己的煩惱是哪一類 所以這個 當你這樣的精進禪定在修的時候 那智慧就一分分的顯現 所以透過精進禪定這樣的修學 那個一點一滴流下來的那個水 所以你看那個水累積 那個水我們最後給他一個假名叫智慧 但那個水你看就是有 慈戒精進禪禪定 那後面就是通禪定 那最後引發出來的智慧 所以如果言精進 我們要講精進的話 就要對峙三種懈戴 那第一種懈戴 這邊又把前面的複習一下 精勤修習 精就是你不雜修 那你開始已經依教奉行 我對外面很多的法 現在先不要去貪然很多世間法 就對佛教講 佛佛陀交代的精 專精去觀察 所以精勤修習 所以精勤修習 佛陀對我們的第一個法 就叫我們要飲食之節量 就是節量食卧 就節字的節 量 就是那個量 一碗 兩碗 三碗 一小時 兩小時 三小時 睡眠 食卧 卧就是卧 卧室的卧 節量食卧 這個是深 你現在在調了 所以精勤呢 就是要對峙三種懈戴 你的暴脹 你的暴體產生的障礙 第一種要先對峙懈戴 這種放逸懈戴 精勤修習 第一個 節量食卧 卧就是睡眠 這是調深的部分 然後調出入息 你不忘記呼吸 你不忘記呼吸 因為呼吸這件事情 它能調你的焦慮 散漫 它還提醒你 生命在呼吸間 這不假外求 我們把佛號加進來 是因為我們障礙太多了 還透過這個蜀席裡面 最後把蜀席轉成念佛 但是整個不假外求的部分 光是你的出入息 就可以當作你的所緣 所以精勤修學 節量食卧 調出入息 這是對峙不安穩的懈戴 所以不安穩就是生放逸 所以持戒 這個第一個就是持戒 那是第一次的解釋 那你看這個東西 就在調整你的規律 調整你的規律 那這對… 像師傅 我從學佛到現在 我就不是一個規律的人 以前喜歡熬夜 以前早餐不吃 跟中餐並在一起 早午餐 然後晚餐 吃宵夜 又熬夜到12點 那個就是習性 但是透過佛門裡面這樣的訓習 大眾生團的生活 那養成一個習慣 那現在就是 因為你在規律裡面 會看到你種種的那種 你不想被綁住的那種習性 那個就是你整個 身不安穩的這種懈怠 身放逸了 所以是慈戒 所以第一個 對峙第一種懈怠 就是剛剛講 節量食物調出入習 這個就是身跟整個 我們講身心習 身心習 那心很抽象 它表現在身跟習 你的出入習 所以你當身心調柔之後 你的出入習的微弱的關照 你也會掌握到 那這樣才有辦法進入到調心 所以第二個 精勤修學 覺知諸定 覺知種種的定 所以我們剛講武庭新觀這時候才修得下去 覺知諸定就在調心了 整個身跟習 就是一個很出眾的煩惱 那現在進入前面在辭戒的過程 第一個在辭戒 那第二個就在修定了 所以精勤的修學 覺知諸定 那这个部分它都会通向智慧的功德 它是一个智慧功的展开 你就会针对苦的来源 来源处开始 所以这个时候才有办法打到核心 烦恼的根源 这个要对峙 前面讲的是生放异 虽然这边讲的是三种懈怠 第一种比较粗糙是生放异 那第二个是属于比较真正属于比较懈怠 是属于心的懈怠 它对峙的是心了然无畏 你没有意乐心了然无畏 所以没有缠慢慢感觉 透过持戒进到修定 你若没有真正的这样去操作 你没有定那种清安 佛法根本对你来讲就觉得 佛法没有那么好 因为你没有进入到尝试去从这个 因为刚刚讲那个定就是要 它就是一种串习 它就是一个单调的 它不需要感官的刺激的 但这个第一个阶段 你如果没有制约成功 你很难进入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不管你念佛也好 属习也好 修不经观也好 它就是必须要滴水穿石 不断的反复练习 那喜欢热闹喜欢攀远的人 他根本进不到这边来 那进不到这边来 你就没有办法知道那种清安 那种残月为时的那种清安 你体验不到那种清安的快乐 那佛法对你来讲就没有功德 你也不知道功德处在哪里 很多佛法大概进不到这个状况 是因为不愿意去从你所相信里面开始去操作 所以你看听到这边你就知道我们很多的 像佛教的表象都在怎么样 都是还是在躁动的状态 所以佛法没有办法把各位带到这个地处 那其实是我们的过失 没有把佛法讲到这个不外求 向内安住 这个部分一直没有讲出来 那有这样的定的时候 其实你内心的智慧 才一直会看得更深细 第三个精情修学什么 这个观察生老病死苦 种种地狱二鬼畜生苦 还有种种我不能离开 这种束缚的苦 所以这个对峙 一般众生不知道恐怖的这种懈怠 所以这个智慧 就是要对峙愚痴的之间 所以这三种对峙 就在这个禅定功夫里面 会显现出来 会显现出来 所以虽然讲的是禅定 但是还是 这边还是要再啰嗦一下 跟你讲 前半段的持戒 节量时卧调出入席 先把整个生的躁动 不安的那种生放逸 先对峙吧 先去练习 这一练习可能 刚师傅跟我们分享 入佛学院四年来 然后最后到现在自修 这个中间至少经过二十年 那各位还有多少二十年 还有多少二十年 但是佛法它很妙的地方 只要你一念悟 而且你是立根器的 你不用二十年 你可能发精精勇猫 你可能一年就抵过我二十年了 这是一个鼓励各位的话 因为在前面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有讲 在家居士的为难就诸多干扰 可是因为你们过去或许是一个立根的人 一听懂愿意操作的时候 你可能一年三年五年 只要愿意 只要你真正觉得说这一期生命不要空过的话 你瞬间你不用二十年 似乎是顿根 就跑了二十年 才稍微能对质 节量饮食 调出入息 那这样各位也可以同时进行 所以这样虽然平常在调整 可是我现在也同时在修学诸定 那同时我也同时在乐于听经文法 建立对观察无常老死病苦 我同时进行 因为你感觉无常在烧很快 2018年过了一半了 这两年我都觉得特别快 过去两年起我都没有这样觉得 17年到12年 我都没有感觉 怎么 没有做什么事情 怎么这样就过去了 的话这个月 师父的接下安居的念佛 四个期也过去了 好快喔 那所以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觉察 所以你其实内心 你 就是更精进 更勇猛 更积极 你不要焦虑 焦虑没用 你带着焦虑到人生终点还是焦虑 那你干嘛一直焦虑 你就是从这里面 对于每一个你的心念 你的身为 身的行为 口的一个造作 开始里面 开始持戒末方意 不随世间去转 那所以这个慢慢 你如果有到这样的一个 你内心安定 那智慧开显现的时候 才会进入到智慧功德 才会进入到智慧功德 那智慧功德 就下一段了 这整个禅定 禅定的功德呢 他为什么 这个祖师大德 他又把前面的这个 调睡眠饮食 这个再讲一次 因为祖师大德还是跟各位讲说 你不可能跳步骤 你前面的部分你不操作 你不去对峙 后面是出不来的 那所以呢 这跟 就是说你懂这道理之后 你重新再去看八大人觉经 所以我们这堂课 佛仪教三经只能讲佛仪教经 八大人觉经跟四十二章经 然后你们自己看 但你看 你如果这堂课听得懂 你其他的经再去看 也不离开这样的知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次有讲 佛现在是凡夫一个 不要担心你是凡夫 因为你凡夫里面就具有佛性了 这隐藏着 那佛的出事 是要让我们入佛之见 去选发你的佛性 虽然是凡夫啊 但是 你觉醒 外面的世界 你开始已经不看外面的世界 我们外面看世界 跟佛菩萨看世界不一样 你现在凡夫 一面开始觉醒 还没有到雾了 你是醒过来而已 但整个佛陀教导就要让你起悟了 所以一样处在这个世界 所以 第一个觉醒 就觉醒这世界怎样 我现在在复习了 上次 就仪教经的内容 跟八大仁玉经讲的内容一样 八大菩萨觉醒的一个内容 从世界里面开始觉察了 觉醒了 所以凡夫呢 他就慢慢进入到菩萨的过程 有觉醒才有进入到菩萨 我这个箭头不是说从这边走到这边 就是当下你变成这个菩萨的一个过程 你凡夫叫友情嘛 觉醒的 现在加上友情 所以这个就是菩萨 觉友情 所以你现在 就是一个 醒觉的 凡夫的状况 那第一个觉 他要我们觉察什么 世界的无常 而世界的无常 所谓的世界 它是三个 外在的三合大地的世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你整个世界 你跟这世界 你自己的身跟世界 第三个 你内心 意识形态 你的种子 原来你的世界 是这三个这样串起来的 和和 那大家处在这世界里面 就是有各种道 人有人的世界 动物有动物的世界 那人现在看到这个 我们因为有意识形态 被教导 这这个是一个象 那 小蚂蚁在这边跑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可是他知道有个东西在这里 可能是一座山 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 处在世界 但一个爆不同 产生的这个生根不一样 爆章不一样 是因为内心种子 我们现在的这跟心意识 意识形态所认知的不一样 这样才形成一个世界 如果我们凡夫 就是种子 生根 世界 内 这是一个界面 这是外 我们共处的世界 是虚妄的 你认知的 跟我刚刚讲的蚂蚁 跟狗 跟天人 跟地狱 同在这个空间 但看出来世界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是因为有意识形态 当这里面有一个不成就 那所谓的世界 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外面的世界的败坏 或者对世界觉得有这个意义 是因为你内心的意识呢 开始在觉醒 其实这里面都是一个 和合的一个组成而已 所以开始觉醒 世间无常 整个败坏 国土为粹 开始觉醒 那你的世界的建立 竟然是这么脆弱 那这个整个世界是谁创的 我也是创造者之一 那还有其他众生 所以我们共同这个累积这样的 诸多的缘起世界 所谓的创造不是说我不是魔术是变 不是 是这个缘起里面 因缘世界的三合大地的地水火风 因缘和合 那是由各类的众生 内心的世界 这样的因缘成熟 所共同成立的 共同成立的 那所以现在觉醒说我 所以里面讲的 心为什么 最熟嘛 原来心是创造整个世界 最大的一个根本 如果你的心熄灭了 这个世界这些成立 对你没有意义 当你的心只熄的话 这些东西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所认知的这些世界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的心 当你的心只熄的时候 那所谓的身跟世界 立刻就转变 当你的心又起念无名照做的时候 那这个你的世界又重新在见你 那你的心就是跟所有的善恶有关系 所以跟你同类等的这个 这个心性 那成熟了夜报之后 那主在一起的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世界 是我们站在人的角度讲的世界 那跟其他的众生处在一块 那他们认定这个世界 跟我们认定的也不一样 有相同的地方 但是有种相同的地方 也有别的地方 那所以菩萨现在觉醒 我所认识的世界 是因为有这一念里面的认知 外在地水火风因缘的和合 那我们产生的这个感德的夜报声 各自成立 那处在这个世界 那我们的世界跟佛的世界不一样 因为佛是极散成立的 那我们是三二交杂 跟各类感各类的这个众生 那感这个三合大地平原 那开始觉醒 原来我的世界里面 是由众因缘所合合的 原来众因缘合合里面 包括我自己的身心世界 外在世界 我的身世界 我的心的世界 内在世界 你现在存在的世界 你这外在大家共有的世界 都是一个因缘合合的一个形成 觉醒 但是到这边他没有否定什么 佛陀跟我们讲 你要觉 你要觉知这个事情 那所以 你开始觉醒的时候 这个就是 你这里面 你要看到凡夫的一个特质 觉醒外在 那觉醒 我们之所以为凡夫 是因为过去呢 我的凡夫的本质怎么样 性就讲到本质了 我们创造的世界 这个本质里面 内心的世界里面 它本质是多余的 我们创造的世界 你看我们现在处这个世间 为什么感受不到天人的世间 因为我们在欲界 你现在认识的世界 我像这个凡夫 我们不要去讲到天人的凡夫 我们讲到我们现在的欲界 处的欲界 就是性 本质是多余的 所以叫欲界 我们不去探导无色界 我们现在你存在这个欲界 欲界世界 你本质就是 多跟欲相应的 那 你这个时候就是 还有一个特质是什么 欲望通常我们肚子饿 吃到饱 就不会再去吃 那你发现你的 这个凡夫的特质呢 他不是表现在吃饭 你这个满足之后怎么样 还有别的 所以他第二个 对求 所以第二个觉知里面是什么 那个文 是要我们八大人觉里面要掉觉知 你要少欲 知足 要知足的人呢 开始对整个 你创造出来的这个欲界的世界 你是创造者之一啦 当然不是你个人 因为就是要众因缘 那你开始要从这里面开始觉醒 凡夫 你的欲界这样的凡夫 是有这两个一样的一个 一个本质 那这样的本质里面 如果你在不觉醒 你会 欲界呢 你在追求到后来 他会追求到 跟恶相应 越来越自私 越来欲 越来越硬 所以我们词界里面 为什么说是从出生到 到 恶鬼到地狱 从人到出生到 就是出生就是代表 比较顾自己嘛 你看 动物界他就顾自己 所以他是自私的 所以 人到走到个自私处 你的 种子里面呢 就有死法界的种子 有 有 身文 菩萨 跟这个佛的种子 可那好 好微弱 那也有 天跟人 善的种子 但也有 畜生恶鬼 地狱的种子 但 当你这个 在欲界 这样子操作到第三个的时候 其实 你已经把一个人的 这个世界 东西呢 你带又带出 往下坠落 因为人 凡夫人 人是往下 他不容易修 当然有类的是修缠 他的天 那是未来好的 这个人 他会 hold住 会增上 可是大部分的现象佛所 看到很多人得人参之后 他就把那一起的 人的福报用完了 他的坠落性很强 往上跑很不容易 各位爬楼梯就知道了 你爬到十楼好辛苦 但是下来 蹦蹦蹦蹦蹦下来 而且不累 那所以 墜落性 这个整凡夫性 所以 福一教经 就是这个八大人觉经 它里面跟你讲的 你要 要看到人 这可怕的这个地方 因为你这里面 随时可以形成另外一种世界 所以我刚讲 墜落 你从人里面开始 我以后有福报 就会造恶了 跟我们口袋有钱 开始去要放一样 那所以你人开始 不善用你的这个福报 开始创造 我值 最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侵占别人 不顾别人的我 就是自私 动物性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你很多的动物性 抢地盘 占位置 这个都是 吃buffet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动物性多强 我都爱吃 那个哨哨 这个人 就是慢慢已经 往畜生道的行为去了 包括现在社会新闻 败坏伦理的 畜生行出来了 好 顾自己 那这样子一个贪嗔是 你看 畜生行出来之后 有更烦恼的 畜生行不觉 在人的时候 有畜生行不觉 他就造随瞬恶 怎么样 恶鬼道的怎么样 恶鬼道的众生的特质就是 他为什么会再往下 因为畜生道通常是 他满足了 就好了嘛 畜生 比较 不会说 他要积聚 对 那 但是恶鬼道他就积聚了 他 自私 好的都从这边来 那伤害广大的众生 所以恶鬼道是 他是在把恶造的更激进 就是那个贪欲性更强 潜贪性更强 那恶鬼道他不但潜贪性 他还伤害众生的命根 那是这个种种 这种你想象不到的伤害众生 那个就往下坠落 所以先觉凡夫有这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在佛裕教经前半段 你要先觉醒这个事 佛陀跟我们讲的 你要先持戒 持戒里面后面讲到 你为什么扫欲 为什么无求 因为你的戒 跟你的这个智慧的观察 持戒 跟智慧的观察 那还有这个 他跟我们开个这个 这个戒定会三个法门 持戒 修定 发会 持戒之后才能慢慢修会 才能发会 才能发会 修定才能 發就是他智慧不是外来的 内心自动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会出来 那这个整个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整个精进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地方 你内心已经是 你的佛心被启动了 中间那边似乎摆的 这支佛像我似乎很喜欢 就是你的心已经跟佛是相应了 所以你现在在心上用功了 你第一个觉醒 之后你要让这个心 整个跟佛相应 必须不断透过这样的思维 精进 戒定会 这样的一个精进 在操作这个 其实你已经不往这个世间 的世界去迷惑了 那这个不 你要维持这个不坠落 它其实 跟精进有关系 就是透过智慧的观察 你认定了 你的心在这边用功啊 所以 我们要保有人身 乃至往天 乃至出三界 出三界一定是要精进 那因为我们是随时 墜落的 我用一个批评好了 你这样一跳怎么样 就拉下来 地心以利都在 所以我们的凡夫性 其实它就一直 有这个特质 所以唯有精进 才能让整个善 最上面讲的善 我现在开始治愈 现在开始修知足 这个东西 我要不断精进 才能hold住这件事情 众生就是 最多就是我们的放逸项 我们的欲界凡夫 就有一个放逸项 所以这个戒 就是在针对我们的放逸跟懈怠 针对我们的放逸跟懈怠 那慧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烦恼 针对我们的烦恼 那刚刚讲的你要修 这个针呢 它遮着我不讲 就是借 你有用功在做的时候 针会出来 刚刚讲那个针的功德 为什么我讲 第一个是借那个饮食跟睡眠 那第二个才是去明确的修五庭新冠 因为你没有这个部分引放不出来 所以借在这个精进 你的内心世界啊 你这个精进的地方啊 你持戒是要对峙所谓的放逸 对峙 佛陀讲的很多的是对峙 你有这些烦恼你要对峙 欲界的很多烦恼 你要对峙 你不要跟世间的欲相应 所以对峙放逸 那放逸里面 现在各位就会整理了 我现在是在学习说你的思维里面 就是说我现在的烦恼处在哪里 挡在第一关的是什么 饮食要知节欲 饮食要知量 那饮食知量之后 接着呢 睡眠又是比较更细的 好 这个是生啊 这个是心啊 好 你要看到你内心的这个烦恼啊 所以这个要跟 又在底下了 你很多贪嗔痴慢疑 很多东西 这个我们透过很多这样听出文法 尤其菩萨界讲到后来烦恼 我讲得很深细 你的心够安定了 你听得出来了 你知道对峙了 所以这种有关这个 饮食睡眠这个部分 调育好了之后呢 内心的这部分 这个初步调育好了之后 你现在要把这个范围再扩大 有关设法上的这个 液根 睡眠的液根就太累落了 那这个 这上面的这个 液根 我就不要讲液根 液根应该是这里 我这个地方用 你对设法太重视了 未来的设法 就我讲的五欲了 你的五根 五欲 那你的精神太累落了 你精神层次太累落了 这是设法 那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心法 那所以你饮食睡眠之后 你开始要去调你的这个 有关你的 眼根 不是只有饮食而已 佛陀借着饮食讲 这个都没有办法克服 你其实在扩大 眼根喜欢看好的 耳朵 喜欢听好听的 那舌头 眼耳鼻 鼻喜欢闻好闻的 闻香的 蛇喜欢藏好吃的 蛇喜欢穿名牌细滑的 你这个要扩大去对质 那最后到睡眠 那才有办法对质到烦恼 烦恼里面的很多的这个 这更为 一切都是从这边去推演上去的 但是这是底层 你先从外面去看到 去看到出众的 再看到细微的 那么所以 八大人觉里面的前三个 是不是从凡夫里面先看到 那开始看到 那开始看到 从世界里面 从凡夫到菩萨 其实它就是 从世界观察里面 你要本身要到出离了 后面 你整个对这个世界 不再迷惑了 不是在依赖现在这个世界 外在世界了 所以整个 遗教经也好 八大人觉经也好 它就是在讲 总的反复到菩萨的过程 你开始醒觉过来 那整个对应到 遗教经的部分 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后面就不再讲了 因为八大人觉经 你们自己再去看看 那整个这个八条列出来 八种觉的层次 它可以去呼应到 这个佛陀所交代这个 遗教经 那整个 你能不能自心信乐这件事情 就牵扯到 你为了要操作任何法门 包括念佛法门 这个是个根基 要不然你厌离娑婆是厌不下去的 厌离娑婆是厌不下去的 因为你还是觉得娑婆很美好 好 那就休息到 11点15分好了 那前面这个 大杯水呢 就是我们在山上 身众结下恩居 念了四个佛寺 四个佛妻 那我们修学菩萨道 一定要用大杯心来掌养你的朱善根 对 那所以 重点不在这水 那也相信这个水 佛菩萨的加持忽念 那重点就是当你喝这个水的时候 上面特别写 请恭敬饮用 你相信清净的佛性 需要佛的加持 你在右受用 需要你的求是正求 向佛陀加倍 我的悲心 增上 以大悲心增上 来掌养朱善根 所以智慧 他一定要跟 悲心 要一起运行 那用这样的心 来受持这个水吧 那其实平常你自己都能求 有 出家中的功德在你们身上都有 那只是说 你们也会比较相信说 这个 在 结下安居的功德 那你就 其他班已经有领了不要领了 那我们这边就是 学员你们可以各请一瓶 我不知道够不够 我去 不够的下次再领 因为我那边 我的 还有保存 两瓶到四瓶 所以你们先去 白板这个地方 就说 正说别说 都可以串在一起 因为只要是正见 这些法律都可以串在一起 整个 长安寒经里面 这个 就 就有讲 长安寒经里面卷酒 你看八大人爵是大生的 经典里面会看到 那回到长安寒经里面 佛陀在僧传里面讲 来自这个大圣经典诸佛讲 都是同一个义礼 那么 云和七知法 所谓七情 七种 你的知见 你必须要知道 七种勤劳的善根 所以 学佛的你本身 就是有一种勤劳的相貌 这是一个基础 没有 没有一个世间懒惰懈怠的人 进到佛门 说忽然可以进进的 没有 没有 所以 如果这一次 我们以身善 你这样的情 已经有了 那要再努力 不是来到佛门 很多人来休息 然后来到佛门 见佛门就安全了 不是 他还要让你更对峙 那你没有的 你觉得你是一个散漫懒惰的人 你要赶快起残愧心 你要解脱三界之苦 原来你在世间就有多圆缺 我就是一个放逸懒惰的人 那我就要提起心念 这时候正见这些事情都在补完 所以为七秦 秦于戒行 秦灭贪欲 秦破邪见 秦于多闻 秦于精进 秦于正念 秦于禅定 那这个部分就是 这个 跟这个弥勒菩萨 跟我们教导的一样 于且师弟录里面讲的一样 多闻能知法 多闻能远二 多闻舍无益 多闻得涅槃 所以从我们现在的 建立正见的过程 多闻是一个关键 可是你要不要修所成慧 精进又是一个关键 但是前面三个都是根本 也就是现在 为什么我们在讲佛异教经 在讲这个禅定功德的时候 祖师大德竟然 再把前面再讲一次 因为那是根本 你没有前面这个东西 你进不了到禅定的 因为你的心还是 于外界这些干扰 多欲 不知足 放逸性 还是在这边 你还是不觉 你还是不觉 那所以 透过佛 佛是外在的佛 释迦牟尼佛的教导 可是他引导 是我内心的这个佛性 你的佛性 你的心 其实有具有诸佛的功德 你怎么去开显它 那就是从对质饮食 睡眠开始 那 这个内心的 维系的烦恼 就要精勤 所以精勤于戒行 勤灭贪欲 所以 这个地方先对质 那勤迫邪 它必须跟听文 多听文有关 所以 你 这个是互相关联 就是说 你持戒持不了 是因为 你的贪欲 你还着于世间 那着于世间 是你的贱 还不觉 所以你有诸多世间的 染污的贱 所以 那你怎么办 那就要回到 听文 文所成会 所以听文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循环 就在这个地方 你要对这累结 抱 就从这个地方循环 一开始你是照着做而已 轻易戒行 可是发现 你是贪欲真正 观念还不决定 所以因为 你还不正见正信佛所说 所以透过多文训续 多文训续 戒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不随贪欲转 能自贪 不随斜见转 第一个小小的定 在这边就已经出现了 就不随顺烦恼 第一种定不是真正的禅定 但是这种定 就是你不随顺烦恼了 因为知见观念已经转了 不随顺 不随顺这些东西 所以 从这个地方 那你乐于精进 佛门里面的精进了 一开始事件的勤劳 你有些勤劳的特质 你反正要学 我就把它弄个彻底 你有这种特质的 那进来 那佛陀现在交代我们的精进 就是在讲 你开始从这个地方已经多文了之后 文之后 它是文所成会 它没有办法修所成会 是因为你多文 进入到思维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精进 所以精进是一个关卡 那精进产生一个惯性 跟这个你的心产生一个散法的惯性的时候呢 那你律缘对劲 正念的时候 其实这个会表现在你的 所以这时候你都有持戒相貌 一路上不是说到这边就不持戒 就是根本一路上里面 持戒 自贪 正见 听闻正见 这个一直在循环 可它这个就会产生后面的功德 这个 这个表现在你的行住坐卧了 有没有正念 你有没有失去正念 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这些内容 于这一念 所以正念的时候不是五庭新观吗 你现在在操作哪个法门 五庭新观的念 就让你所缘在佛陀跟我们讲的法面 五庭新观之后才会有禅定 所以你本身走路都有在观照呼吸 都有在念佛 那个就是你已经在行住坐卧 不失去这个正念 你那个所缘 佛陀教在的清净的所缘 停止妄念的五庭新观 自己要选一个 自己要选一个 因为我知道在座有人喜欢禅修的 那你对安波那 从蜀席到随席到观察初入席 你已经很熟悉的 就在上面不要放掉 那你这张操作不来的 从蜀席随席到 转到念佛功德也可以 你走路的念佛 不要失去正念 也就是如果你操作佛号 就不要把佛号丢掉 你蜀席就不要忘了呼吸 就不要忘了关照呼吸 所以正念 因为正念一直在的话 其实因为你的智慧 我们的慧其实是观察 你的观察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那正念就是这些操作 在对峙烦恼操作到后来 已经不是跟烦恼相 你的念已经不在上面 所以我们讲的久住心 就在这个地方观察 到底是保持在这个地方 续住安住静住 还是已经调柔了 那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所以他非常会起 但是已经扶住他了 还没有断扶住了 所以行住坐 雨末动静之间 有没有正念 那有没有正念 就是用慈戒的相貌 就是不犯戒的一个相貌 那最后才能产生这个禅定 那禅定里面 就是正念他其实还是会褪失 但是唯有不断的透过 现在正念 最后你乐于修禅定 禅定会增加你的那个 会增上你的这个念力 定会增加你的念 念念要相续 一定要透过禅定的帮忙 所以虽然我行住坐后有这个正念 但是禅定呢 你就是外在 能享受外在的干扰有正念 但是当你没有外在干扰 处在那边的时候 你心安不安定 那就是一个禅定的功夫了 那个要练习的 就像我们去佛七 第一个七 第二个第一个 都没有外界干扰你 但是很现实的 你坐在那边 你内心的很多的念 就会跑掉了 因为禅定还不具足 所以你要透过一支箱 两支箱 三支箱训练 不用去压抑他 因为其实在佛七期间 前面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平常的功夫 那只是在练习这个正念 有没有产生正定 因为就是有时候 他这个正念会静静退退 这个要练习 这个就是死功夫了 然后真的操作不下去的时候 又回到这个 你平常多吻里面的思维 你就去看你到底 你哪个地方是放不下的 你在躁动什么 你不安什么 可能就会闻到 会退到这个地方来思维 来思维 就用法义再来想一次 那这些基础呢 表现在这个刚刚讲的 能闻知法 能远离二 能舍无益 舍物就是戏论 那最后能进入到涅槃 所以能从知到远离 所以我们有讲 我们慢慢有远离的性格的时候 那才是我们菩萨的性格 那舍这种戏论 那结果到涅槃 所以仪教经到后来 也是交代我们的智慧 产生是要离戏论边的 那所以 从凡夫里面 这一个基础 这些基础 这样转一圈 这是我的内学 内化的基础 最后菩萨在行六度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伏惠双修 那整个内涵里面 布施慈戒 这个内涵就是在这个地方 居士 以布施门入 我们法师以慈戒门入 那我慈戒的过程里面 就有布施在里面 我慈戒不偷盗 不疑 不忘语 那个就是守护众生 那也是布施的相貌 那居士 从布施里面 舍 就是在 对着这个贪欲 他也在慈戒 而且舍 布施怎么样 才是如法清净 那个就是在慈戒 所以从布施可以通到慈戒 慈戒到布施 但是我们 居士在家 选择不一样 我们法师不是以布施为主 但从慈戒里面 可以深入到布施 布施可以到慈戒 但我们共同后面的忍入 精进禅禅定都一样的 那这个整个 这个二门啊 就是整个这个智慧在观察 所以你在修这个福的时候 你一定要开始有智慧的观察 智慧的观察 那这个布施实践 你要不断的精进 那面你对于外在的 这个种种的迷惑考验 忍入就是一个基本 所以菩萨法里面呢 也不离开这个原理 忍入布施慈戒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居士行 这个修行最重要的关键 可是最后还是要有精进 才能进入到禅定 所以不管讲这个 跟我们现在的神文的这个 这个教法 还是讲菩萨的修法 根本原理是一样的 这中尊要不要忍入 虽然没有讲 词戒 谈欲邪戒 这东间 你这个地方就是忍入 这个地方你要先忍入 那忍入到这边 后面的忍入 就与关法 你对法的认知 那个也是忍入 你不随进转 他透过慈戒 最后还是要进入到忍入的状况 因为你不随顺烦恼 不随顺烦恼 好 那整理到这里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处 已经开始要受收回了 就佛陀跟我们讲 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发我们的智慧 所以这个补充讲义的里面第二页 这一段长文 为如有 一于一先时 正所应作 这个地方先不要 我先不讲 这个地方是要对应到 我们仪教经里面的智慧功德 跟必经功德 这两段文 所以龙树菩萨也好 这个吴卓世青菩萨在听文 这个余协世青菩萨 照这个 这个把米勒菩萨这个论典 这个界定会的修学 他这一段文是把它给赤地出来了 那仪教经里面他讲的就是 当我们引发智慧的时候 就是如灯比丘若有智慧 所以若有智慧就是你依教奉行 那前面产生智慧的时候 你整个相貌 你内心是无贪灼的 你常常会有自己烦恼 在反省 所以我们来这段念一下 那我也下一次来做一个开头 如灯比丘若有智慧 则无贪灼 常自省察 不令有失 是者于我法中能得解脱 若不而者 既非道人又非白衣 无所明也 实智慧者 则是度老病死海 兼劳传也 亦是无明黑暗大明灯也 一切病者之良药也 罚烦恼述之力也 事故如等 当以文思修慧而自争议 若人有智慧之造 虽无天也 而是明见人也 事明智慧 这段文你们先自己去体验 那下次会细讲 那么所以 这里面已经讲出佛陀 把这段文 其实他已经 又把苦极灭道讲一次了 他用辟语 像度老病死 这件事 这个海 把这个老病死 这个当作业海 则是度 你们度老病死这个 兼劳传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个实智慧 第一个你要见苦 所以他用这个辟语 你能见苦 那后来你 现在开始见苦之后 你用智慧 来观察这些苦的因缘 就是后面的辟语 像无明黑暗的大明灯 那这个地方你要断疾 你没有觉察 你的烦恼的行程 你根本不知道 要用什么方法来修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第一个觉知 第一个信奉佛语 才有办法这个断疾 所以我们把智慧打开 就是观察生命苦的来源 原因是什么 所以无明黑暗的大明灯 这个时候打开 就是我们讲断你的很多 生命的纠缠的原因 那个断疾 那有关这个药 把一个病医好 就是你服药之后 你最后能得到病好 这个就证灭 那整个砍树的这个立斧 那个就是工具 那个就修道 所以这四句里面 就是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 那只是佛所这时候 用辟语来跟我们讲 那整个重点呢 就是这批语前面的这一段 我们的一切的修道 是为了要引发智慧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下个礼拜来讲 那你们也可以配合补充讲义 第二页 这个《于且式地论》第十九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不管诸佛在各地处讲 未来佛 明乐佛讲《于且式地论》 戒定会 次地 诸佛讲的内涵都会一致的 所以这段文 跟这个补充讲义第二段 回去看一下 那这段文就 它后面的延伸 就延伸到 这个第八种功德 必尽功德 我们智慧最后要必尽功德 就要秉除戏论 那秉除戏论 就是说很多的事情 就是针对我 我所最后无一可得 里面只要有我 站在我的这样的烦恼 那个就是戏论 修道到后来就有戏论 就是不如实之见 所以现在开始学习 虽然没有完全像佛这样智慧 但是 这边有讲 就像我们已经有开始启动 这个智慧的光了 所以这个智慧有层次 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那神通的天眼虽然未取发 但智慧之眼已经打开了 那所以虽无天眼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明眼之人 所以现在就开始在把这个智慧 一层一层的打开 一层一层的显发 主要是文字幕真正常